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们如果听过一千遍的话 你听两千遍 真的是拼尽全力 我有一个习惯 就比如我要采访一个歌手 那我这几天的时间 我的脑子里面会不断地重复 唱都是她的歌 那我这两天脑子里面 不断地想起的就是白话林 因为今天要采访土树 这儿呢是北京顺义 一个看起来 应该有些年头的别墅区吧 反正过去几年的土树 就在这儿 有房子住 不知道是不是相当 那个隐居的意思 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见过她 第一次 所以我也充满了各种想象 好奇 那篇小声让我想起 我的那些话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 紧紧为我开轴 我为你来看 我无辜一切 我将熄灭 永不能再回来 我在这里呀 就在这里呀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出道至今 朴树只出过三张唱片 但在中国 七零 八零 九零后三代人 恐怕鲜少有人 没听过她的歌 她在歌中 写尽命运的未知 内心的挣扎 从生如下花般绚烂 到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有人说 朴树的歌 听完总是嘴角上扬 眼眼泪花 虽然相比大多数歌手 一两年推出一张专辑的速度 她似乎太慢太慢 但其中原因 离不开她对音乐 惊异求精的追求 今年四月三十日 朴树的新专辑 《猎户星座》 与网络平台上线 仅仅几天 便卖出十几万张 而这距离 她上一张唱片的推出 已过去整整十四年 这栋位于北京顺义的别墅 是她的家 新唱片的录音工作 亦大多在此完成 此次与鲁玉的会面 她也决定在这里进行 谢谢 你好你好 我让你家狗在叫 对不好意思 没事 她是不是碰到所有的生人都叫 她不是 没事啊 太容易紧张 她最近怎么样 没事 她最近没事了吧 稳定了 就是心脏不好 啊 岁月大了 她相当于人的多少岁啊 七十多了 没事一下啊 我没吓到她就行 她不管就一会儿熟了 她就没有那个紧张感就好 听说这空调是刚装上的是吗 不是刚装 因为我很少开 对我意思就是刚刚修好的 对刚修好了 对如果这么热的天我们不来 你真的不开空调啊 我会给他们开 我自己在楼上就不开了 你再住了有五年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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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给他们开 我自己在楼上就不开 2011年初 朴树与妻子吴小敏 从北京市内的公寓 搬家至这栋郊区别墅 由于小敏常在上海工作 陪伴她更多的 就是爱泉小巷和大海 而在朴树家工作 已经11年的保姆阿姨秀梅 意已成为朴树亲人般的存在 为了此次的采访 朴树也和秀梅 特意对别墅进行了一次大扫除 这是你的书房 我昨天狂打扫 很干净了 这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舞蹈 你在这儿写东西 对 就包括音乐的创作 文字的创作都是在这儿 文字到处 有的时候在床上 有的时候在沙发上 你什么时候撞的 搬来的时候撞的 我录传片的一大部分 是在这个屋子里录的 这是你的字 嗯 我会在这间屋子收音箱 然后信号到那个屋子去 你当然租这个房 就是因为要有这样的地方 可以安排这些设备 没有 我是一进了这个屋子 我就特别喜欢 我一进的时候 我看那阳光 从那个窗户打进来 我晚上做梦都是她 所以无论多少钱 我都给她租了 当然是 特早 特早我媳妇说的 说 说咱把房子卖了 去租别墅住去吧 然后我说你别闹 但是我偷偷有看广告 然后广告都写得特好 然后又特便宜 然后我就心动了 然后等过来一看的时候 其实特贵 但是好像心都 心已经收不回去了 但你们俩这是什么招啊 不懂你们俩这路 不是啊 就是俩病了 其实我就像你这样的 包括我这样的 其实适合住在 特别热闹的地方 然后你自己是很安静的 我在这儿住 住了这么多年 然后每天 我除了六天 然后去买面包 然后就见不着什么人 但是偶尔我特别想见人 然后我就会在街上走 看人 我觉得特安全 就觉得 我特喜欢一个人待着 但是你不觉得 你一个人待时间长之后 你发现你越来越 不是特别需要 跟很多人见面 好像你不需要这个世界似的 但偶尔这种感觉 就会觉得 我不对 我这么想特别不对 我懂 我现在好像 就是这个状态 就是有时候 就觉得跟这个事情 没关系了 也不太好 他见我之前 肯定特别紧张 我见他之前也很紧张 但我觉得我们俩 那个气场是合的 就我也不属于 情绪特别高涨的那种人 我们俩一开始聊了一会儿 我大概跟他讲了 我的那种情绪的状态 我那种感觉 他一下子也就释然了 就会让他觉得特别的放松 包括后来有一段时间 我说我们把麦都关了 我们有一些 私底下的那种沟通聊天 那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彼此之间 会有一些那种情绪的那种 沟通 我觉得这很重要 哈啰 你摸的 他特别喜欢你摸的 是吗 爱你啊 像 大家都爱你啊 哈啰 他像我 你指的是 就是不会表达 然后 然后 也容易焦虑 嗯 也还想 就搬到这儿之后 我找了一个教练 嗯 因为他老跟别的狗打架 然后后来教练就是说 说他不够自信 就从小 从小我没有 没有交给他这样子 是自信 我现在就知道 我随时会跟他说 我 我们都爱你 后来就通过他 我就跟我爸 我妈还聊了一次呢 就是我就觉得我从小就被我 没有被他们教会我自信 我不会 就是 会表达 不会去表达爱 嗯 那你是 他从一个很小很小的小狗的时候 你就开始养起了 嗯 嗯 嗯 那你是从哪找到他 是我媳妇抱回来的 嗯 他刚来的时候 我可不喜欢他 每天还溜他 然后臭臭的 后来 一个月之后 然后我媳妇就去拍戏去了 就扔给我了 然后我就天天跟他在一块儿 就有感情了 然后 然后 现在越来越爱狗 他会直接影响你的情绪吧 他 他比如说前一阵身体不好的话 会特别影响你的情绪 嗯 现在好了你就没事了对吧 嗯 就是 心放下来了 那 他进手术是 就是 哭的呀 我演出的时候 我眼睛都是肿的 你知道就 他被抱出来的时候 特别虚弱 而且就是还在昏迷 舌头搭了在外面 就看着特别老 然后 哎呦我 那会儿我真希望就是 就是 是我从手术室抬出来的 相伴十年 小巷 大海 至于朴树而言的意义 可想而知 而不同于人际交流时的沉默寡言 与他们在一起时的朴树 则完全展现出 其为温柔和耐心的一面 他还每星期请来家庭宠物医生做定期检查 你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 你减肥了以后 你每天定时给他 抽个点拉 这个角度 拉 我每天给他拉 拉是吧 对 然后给他揉那个腿 对 首先时间和付出 总会让情感变深 狗又很通人性 我想跟小巷的沟通 通常他是真的是最最没有压力的一种沟通和一种陪伴 因为当你跟任何一个人沟通互动 你都需要去回应对方 你都需要去调动自己的某种情绪 但跟狗不需要 所以那种情感才会特别的深厚吧 给你吃 你是不能剩饭那种 你吃多少 对对 别管我 这次我都管 你成你的 那我不要那么多 我只要以菜为主 我吃的好少 是 因为我一般其实早饭吃的特别晚 中午也吃的特别特别晚 我不爱吃肉 你是不能吃肉还是就是不爱吃肉 但也可以吃 也可以吃 就一个月有几天特别想吃肉 这是肉 他不吃 你坐这儿是吧 你快来吃吧 孙梅第一次来家里做饭 她那会儿也不做饭 然后做得特难吃 然后我都忘了我当时是怎么表现的 后来孙梅告诉我说 说我吃了一点就把饵放下 然后就走了 然后孙梅说她哭了 然后孙梅就看各种做菜的节目 自己做笔记 什么 然后就变成狮神了 你做得很好吃 这很好吃 这也很好吃 这也很好吃 放心了 但其实你吃也挺少的 我是不敢吃 但是我吃完一会儿困难 那反正你中午要午休也无所谓 下午有工作更多不可能 肯定睡不着 肯定睡不着 她那种状态反而我觉得是挺好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会把门关起来 你们谁都看不到 我自己待一会儿 但她那种状态 我真觉得调整的已经是很不错 就是她可以 可以就躺在那儿睡一会儿 觉得是安全的 在镜头和众人面前放松和自在 对朴树而言的确不易 自出道以来 她便鲜少在综艺节目 或商业活动中露面 但在2007年 朴树决定挑战自己 参加了一档歌曲表演类的综艺节目 而前后超过三个月的高强度训练 和一次次突破性的表演 使她近乎历劫 打着封闭针 录完了最后一期节目 此后她不仅大病了一场 情绪也跌入谷底 我病了很久 没什么具体的病 就是西医指标一切正常 中医一看身体全部乱逃 也许是长期抑郁造成的 我从中学就有点抑郁 一直是那样 身体与心理上巨大的双重压力 让朴树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 几乎将自己完全封闭了起来 难以想象究竟是怎样的煎熬与挣扎 让她一度连音乐也无心碰触 但索性她一直努力在走自己的路 并相信着命运自有时间表 于是她等到了 我们也等到了 2010年朴树决定重拾音乐 但命运的荆棘仍在 唱片的制作过程已几经曲折 甚至几度令朴树失去信心 宣陷自我怀疑 期间她曾发文为自己 未能按时发片而致歉 但为音乐用心投入至私 又让人如何不心甘情愿 翘首以盼 你有没有觉得外边外人 我们把你给有点神化了 或者夸大了 我真的是夸大了 而且我其实心里特别反感那种夸大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爱端着的人 就是一说我更端着了 我不想 就是而且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将来大家觉得 原来不是这种人 我就觉得我没那么好 然后也没那么糟 我只不过 我只不过跟大家一样 经历一个特别复杂的人生而已 但是你的确情绪这种起伏 是别人会觉得你是走过来的 会好像格外的艰难 但其实也难也不难 我记得我15年的时候 那年我真的是遭受了好多东西 就去英国录音 然后特别不顺利 然后我那个时候 我写了一篇博客叫12年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了一篇文章 是骂我的 就他说我是在撒娇 后来我现在想他说的是对的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的 就是每个人长大 都是承受了很多痛苦 我觉得我是觉得我是有点娇气的 然后但从另一方面说 我前些年遭受的东西可能是挺浓缩的 就是可能大家20年的应该遭受的东西 我可能集中在那几年一起 一起一起一起背过来了 我 你都遭受了什么呢 我能够想象就是你的你的情绪 带给你的 嗯 然后就包括生病 就我得了长很很严重的病 有些东西是说不出来的 就是我也不太愿意说 然后如果过过几年 我觉得我能说清楚 而且我觉得如果能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我愿意说出来 就对就但是也其实也没有那么神秘 但是我也不愿意分享 所以你的情绪 其实经历过几次这样的起伏 比如你小时候 你说你小时候 医生说你可能有一点点什么 那时候可能青春期的什么抑郁 那时候是一个小的一个 一个低谷 然后你说2000年 就是那时候可能刚刚开始盛名之下 那时候可能经历过一段小的 小的起伏小的低谷 然后03年还07年之后又有一次 然后15年 你觉得哪一个阶段是你最低的那个时候 就低到你觉得 用你的话说快快挂了的时候 就是从09年开始 09年一直到 一直到前些年吧 都就是 但我自己觉得我是往好的地方在走 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看不到希望 就是从各方面都看不到希望 那在你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你想过放弃生命吗 有啊 有啊 不止一次想过 有啊 确实有 音乐对你没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 还是会让你更痛苦 有的时候有那种能量非常大的音乐的时候 能突然缓解一下 就感觉被突然打了一针 但是 但是 大部分时候一切都没有做 只能靠自己 只能靠自己那个成熟力 你最糟糕说你的一天会怎么怎么过呢 那个时候 嗯 嗯 我不能见任何人 然后呢 我会说服我自己 就是 安抚自己 就是 你现在 在想的一切都是错觉 然后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安安全全的把今天晚上度过去 然后明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 你会 你会是一个新的 你会看到新的东西 嗯 那你家人不在你身边吗 当时 不在 我就有 有的时候我媳妇在我身边 但他们应该知道那时候是你比较 比较低落的时候 嗯 他们会放心你一个人生活吗 嗯 我那些我从从不会让他们知道 所以家人也不太清楚你具体的 身体跟心理的状况 对对就是我 我不会让他们知道 而且我就觉得他们不会给我有任何帮助 我就 我觉得来自于任何来自于外界的 帮助都 其实一点都帮不上 我特别能够明白 所以你那时候也会偶尔 只是偶尔才见家人 嗯 就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 赶紧去看看他们 让他们看见你还 你还人模狗样的 对 所以他们意识不到你有任何的不妥 对就是 我去年才告诉他们的 我前些年在经历什么 普述一直鲜少将自己 置于舆论或新闻的风口浪尖 但2016年8月 一条关于普述缺钱的话题 却一度成为了热搜头条 起因是近十年没有参加过综艺节目的普述 作为王子文的搭档 登上了一档综艺节目的舞台 当被问及愿意登台的原因时 他在节目中坦然直言 自己这段时间真的需要钱 然后说实话我这一段真的需要钱 此话一出舆论四起 仿佛一个在众人心中一直超车世俗的存在 如今为金钱还向自我妥协 对的确公众是把你塑造成一个 就特别与世无争 不为名不为力 对钱完全没有兴趣的那么一个 一个一个人 但是其实 其实前几年确实是那样 就是因为你在音乐里面 就不在意那些东西 就是而且我现在 其实前几年虽然难 我真挺怀念那个状态 其实我觉得那个 离我自己最内心的那个舞 更近 像 多爱你啊 像 你对一个人不会这么自由地表达吧 没有对狗表达的这么 这两个狗对你挺治愈的我觉得 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我看见他们 在院里打的时候 哎呦满足的 就真的很满足 我 我 我觉得我生活特优越 我觉得 真挺优越 而且我从没想过 我能 我要过更优越的生活 就真的是 然后呢 去年说 去年说没钱 那个是因为 是工作 那个 那个时候 去年我想拍三个MV 然后同时拍三个MV 就一大笔钱 就那会儿 那会儿有 有点头疼 那你现在不会没有安全感吧 我只 我这种安全感 不说自己内心对自己有没有才华 那种安全感 就是 我接下来的我 我明年 有没有演出我的生活 就那种不安全感你完全没有 有的 有的 就是如果我没有乐队的话 我就不会 我就不会 但是有乐队我就觉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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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会有那种责任 2012年 朴树有了组建乐队的想法 到如今 乐队大部分成员 已与他共事了 约五六年的时间 乐队的存在 为朴树增添了更多音乐上的可能性 也为他带来一份前所未有的责任 他不再像从前一般极度抗拒节目和活动的邀请 但他所坚守的如不能假唱等底线也绝不放松 而一切的变与不变 其围绕的中心点都是音乐 我也看到很多歌手 红了之后 比如他每天去演出也很辛苦 但挺享受的 为什么你不能是这样的 比如2000年你当时成名之后 你也可以像很多歌手一样 当时你也演出很多 然后也能够赚很多的钱 也能够享受那个明和力的快乐 你享受过明和力带给你的快乐 享受过 在某个时间段内非常满足 而且甚至都不是飘飘然 就是有飘飘然 但是有那真的满足 就是我觉得我能养活我自己了 就是而且我能生活的非常好 而且你看别人都那么喜欢我 就真的发自内心的有那个满足感 但很短暂 就是你又觉得 就挺厌恶自己的 就你一直觉得自己是不够有才华的 这方面你是不自信的 比如我刚写出一首歌 我觉得 简直我就是一天才 然后呢 可能就真的你吃完一饭再一听 你就觉得 哎呀 就是 完全是一大狗屎 就是 那如果这时候周围所有人都对你说 这歌写真棒 嗯 真的很好 也不足以帮你树立那个信心 能缓解的 能缓解 就是 而且我 就越到现在我好像越能平衡自己了 就是我就觉得我有我的 我有我的才华 就我不可能做出特烂的东西了 嗯 然后呢第二就是 他即使他不够好 我也可以接受他 因为他是我 他 他就是我的一部分 而且我所做的一切 我不用他经过时间检验 就是在那一刻 我是忘我的 就是 就可以了 你是非常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 的人 本栏目由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有强烈的不平衡 不平衡什么 凭什么大家就把我忘掉了 没有人忘掉 是你不带我们玩了 我觉得我还不够强大 他们如果听过一千遍的话 我估计我就不会听两千遍 如果你投入足够多的话 你就有足够多的快乐 你是非常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 的人 我怎么说挺矛盾的 就是别人的肯定也好 就是 就是 就否定也好 就都不会真正的安慰到我 就不会影响到我 但是 在我性格上 我还是需要的 那种 就是别人给我肯定 我会 开心一下 然后我会 我会再往下走 对 我觉得我还是不够强大了 你离开舞台那几年 就离开公众视线那几年 你内心会 会不会有一点点担心 会觉得 哎呀我所有的热闹都远离我 我都我什么都赶不上了 有 而且有不平衡 有强烈的不平衡 不平衡什么 就是为凭什么大家就把我忘掉了 没有人忘掉 是你不带我们玩了 是你不跟我们玩了 没有 那是我感觉到的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 我想 是不是真的完蛋了 我就是 都有的 但现在想起来 就因为你离开了几年 不管是自己愿意的 或者被迫离开那几年 反而对公众来说 会增加了你整个人的这种神秘感跟魅力 别人会觉得哇普述这样就对了 我觉得首先我是努力的 我非常努力 就是 别人都觉得我是懒散的 就是我觉得我有懒散的那一面 但是 我很专注的 我非常专注 我觉得我付出的比很多人多很多很多 然后第二 我就觉得我是走运的 真的运气不错的 足够幸运 亦是因为足够努力 近来 除了筹备为期两个月的巡回演唱会 普述依然鲜少外出 若要出门 便几乎是两点一线的 往返于家中和录音棚 因为他的最新专辑 猎户星座的实体唱片即将闻市 数字版 虽早在今年4月30日 编译在网络全面上线 但就在当晚的巡远北京首站上 普述依然应对专辑后期制作的不满意 而泪洒台上 他决定对实体唱片进行重新编曲作会 如今的实体唱片行业意味已大不如前 歌手依靠实体唱片销量很难保持可观稳定的收入 但普述对此却有着如初的热爱 并为之不惜时间 成本 全情投入 下午4点 普述决定驱车带鲁浴前往位于旧鼓楼大街的录音棚 与合作伙伴一起为唱片进行最后的打磨 有心啊 你车 你冷吗 我不冷 你随便按你的方式来 没有 我 我不冷 OK 那行 拜拜 宋美 来 你是不是觉得我开车开了一趟 我不懂 因为我完全 我不会开车 我不懂 所以我是个特别好的一个乘客 那你住校吗 我住校 我高中住校 我住校 我高中住校 我住校 我高中住校 你住校住校 你住校住校 是有号名 我也不知道 好像圈里的人都知道他 对 我 逆流的位置 我想想这车是怎么关的 这就停了 这就算关了吗 还有这 对 看来对 你是 你没怎么开我这车 走来 对 哎 我觉得行了 这次 嗨是吧 接了这也会很困难的 那个好像小 这儿可能就会捣乱了 每个一盘的 可不可以做一点 连累 你觉得有必要 能这样舒服地告情 把他另外一个 上去 把那个最大的那一收入 他是不是应该再再深一点 就埋在里面 他那里的专辑多得这样 对啊 有这么多变的 不一样的 ok 就就没有人是这么工作的 就逼宫自己也逼宫别人 不让我伴在来 我就行 我就行 耶 那只要我自己 只让人快乐 觉得枯燥吗 不枯燥 我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哈哈哈哈 我只知道改变了一些 他整个专辑你都已经 已经倒背如流 是不是作梦都能 哼出这调了 不止 每个声步 绝对每个声步 是吧 对吧 500遍肯定有了吧 不止我觉得 他们如果听过1000遍的话 我估计我得听2000遍 2000遍 我觉得你这叔叔小了 是吧 太小了 合唱的是谁啊 很多朋友 然后有老王 然后他的声音特钻 就是我们老听见 就是全是他一个人的声音 我们也给他调 给他的声音调门 哈哈 那你把人请来的目的 请来的目的是让他唱完 然后把他调门 哈哈哈哈 收工了 今天 就是收工这个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就真的是拼尽全力的 我觉得 嗯 我就觉得你 嗯 偷过一次篮之后 你觉得啊 我偷了这次篮 老百姓没听出来 然后你就会 屋底线的下去 其实 不是 不是 不是就我这么认真 很多人 很多人是特认真的 然后我觉得 我 我觉得我是走运的那个 就是我被关注到了 而且有很多人 没有我有条件去英国录音 然后没有我有条件去 大量的时间去耗这个事 我就觉得 当我有这个条件的时候 我应该 我也 应该倾尽全力 对吧 好多人觉得说 你干嘛这么费劲 你这歌本着 就是其实我怎么弄 就是 其实老百姓 根本听不出来 但你自己 但你 你必须得做到 我就觉得 就是 如果你投入足够多的话 你就有足够多的快乐 就真的 那个满足感是 真的是 哎呀 我 哎呀 拍东西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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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会有点紧张吗 就是有点尴尬 太多人了 有吃有喝是吗 对 你先看 你看喝的 我看吃的 这么高级吗 为什么这么贵 一扎要260多大一扎 为什么那么贵 景色也需要付钱 对 布宇你要喝什么 矿泉水30 都不要喝什么了 我能喝过自己的水吗 可以 我要吃个肥肠 会不会显得我太重口味了 有点 显得我太不文艺了是吧 我想吃个菜花 我想吃个木耳 你吃特素我都不好意思点肉 没事 你点 你们这酒转肥肠做的好吗 应该还可以 那我想要一个 我没吃过 好了 牛肉炒乌冬面吧 孔点拼盘吧 OK 就这样 好了 谢谢 好 耶 真好 我觉得你现在活得挺有活力的感觉 嗯 暂时是 我觉得我可能会更有活力 就是因为我 我从一个特别死期神殿的地方回来 我陆文英就开始巡演去厦门 有一天晚上没事 然后我就外面溜达 然后就哭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 觉得好 好几年没有过那样 就觉得没有压力 我觉得有时候想我可能是 前些年混得太多了 就把所有的 所有无忧无虑全 全已经提前过完了 那你会特别害怕什么 比如你害怕 会不会害怕老 害怕有一天自己写不出歌了 嗯 我不怕老 不怕老 那是因为你还不老 所以你可能不怕 我老了 我觉得 我觉得老不可怕 我 我怕失去勇气 嗯 那你会害怕自己有一天写不出歌了吗 我 挺怕的 挺挺怕的 哎呦 哎呦 太好了 哎呦喂 太好了 哎呦喂 这边搜索 搜索我都吃 我真是有点 我感觉这一天咱俩就吃了 没有啊 中午没怎么吃啊 中午你怕那个困 我也怕那个困 没怎么吃 对不起各位了 哇 你是吃得很快 你后来没再拍过电影吗 嗯 人生中的污点 算吗 为什么 张杨教人怎么谈恋爱 他会用实际种语言说我爱你 秀一下 好 好 今年到此结束 去哪儿 电影 你呢 先跑 那 来时再见吧 我会想你 你觉得你不会是吧 那我之前我还有一个 企图做个电影明星呢 会吗 哈哈 本栏目有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我现在听我的人家唱片 我就觉得不好 做的远远不够 永远不够 如果我再往下做 那种满足感会 越来越少 拼尽全力做一件事情 无论什么结果 都是一开放 我现在听我的人家唱片 我就觉得不好 我就觉得特别 特别 特别 也能知道就是以后 如果我再往下做 就是那种满足感会 越来越少 就是能持续的时间 会越来越少 但我真觉得人还是有时候 需要跟自己死磕一下的 我就觉得把每次 把自己逼到极限 就是说拼尽全力做一件事情 然后对结果是一个 无论什么结果 都是一开放的 都是人生 只为的年代 我其实明白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朴树 他的歌好听 当然是一个 绝对的一个 先天的一个条件 还有因为他上了一种 特别可贵的东西 就他 他挺干净的 然后他脆弱 这种脆弱就特别难能可贵 因为当一个人一成功之后 你会本能的 会觉得有距离感 就因为一个成功的人 会觉得 他特牛 无所不能 你会有距离感 会觉得排斥甚至会烦 但他那种脆弱感 把你想特想 特想保护他 他会瞬间把你拉近 这是一种 一般人还真学不来 你天生的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鲁豫有约 大咖一日行 邀请您下周三晚继续收看精彩节目 请不吝点赞